原來 原來 我從那天開始 我對我的人生 就沒有懷疑了 你不要 你不要 你幹嘛 妹妹 你要記得 老爸絕不後悔身家 老爸愛你 比你老爸愛你 妹妹 老爸替自己跟 跟你說對不起 一個對人生有疑惑的 新手老爸 有一天突然遇到 多年後長大的女兒 要她選擇 是不是要重新開始人生 這是大開劇團 《再說再見2》 其中的一個故事 生命遇到懷疑的時候 要怎麼說再見呢 所以其實 人最難面對的是自己 那我們這次的作品裡面 幾乎有很多 都是在跟自己做一些對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很勇敢的認識自己 而且我們正是 這件事情正在發生 沒關係 我們不要急 我們不要每件事情都那麼急 說一定要跟她趕快說再見 當年因為劇團在台南演出 無法見到祖母過世前的 最後一面 張單維不敢面對這件事情 於是刻意不跟她說再見 這個結一直埋在心底 多年後她從團圓的 真實人生裡面找故事 讓他們在台上 重說一次再見 開始了再說再見的系列創作 生命中有多少個再見 每個人有多少次說再見的機會 那為什麼我們懂是說得不好 又喜歡蒐集物品的小丑 當作整齣戲的串場人 整個舞台就是小丑的倉庫 每個抽屜打開都收藏著一個物件 而每個物件都是一段回憶 有了小孩 過到十一住行 根本就存不了錢 喔 今年年底 不知道還有沒有兩萬塊喔 你在說什麼神經病啊 腦頭想的東西啊 我應該都沒有說錯吧 你到底是誰啊 做劇場演員又生了小孩 生活越來越辛苦 是要堅持理想繼續下去 還是可以從頭來過 選擇變成科技大亨 過著奢華的人生 我看 高天人 我看 達蘇維達 我看 PS5 我的天啊 10K100就現實 不然等一下我來休息一下 我到底花多少錢啊 我會不會去借高天貸啊 怎麼辦 都不是目前 來 決定 快 真的很慢耶 買東西吃 快 八千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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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有看過我看了嗎 有啊 跟他很熟 蛤 他很妙齁 頭髮好像永遠長不到前面 永遠長那幾顆羊 很愛說話齁 但是很兇 老師對我說什麼 爸爸不要這樣 爸爸不要這樣 到底要不一樣 如果你覺得現在的生活 比較好就輕鬆 比較自在 那你就要選擇現在的生活嘛 人嗎 要不自由 每個真實故事 就好像人生的紀錄片 平凡卻又深刻 看完之後不要直覺的 台上的演員好痛 好可憐 哇 他們經歷過這些 希望他們也可以回去想想 他們自己的人生 其實這個世界上 跟他們一樣的人很多 所以你有的痛苦 你不是一個人承受 大家都在努力面對 大開劇團用故事帶領觀眾 重新思考每個人該如何面對自己 好好的說再見